讓我回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禮拜五 如果說六日要出門去 天氣好嗎 老話一句提醒 夏天典型天氣持續 外頭高溫炎熱 多補充防曬跟水分 現在帶你看到 其實影像是在花東縱谷這邊 看出去景色非常迷人 其實現在影像這個地方 是被當地民眾形容說 是小瑞士的六石石山 那邊未來還會有金針花可以看 那高溫要注意像台北 你看体感温度 是來到42度 在上午10點11點 已經飆上37.1度 紫外線強度都是危險等級 不過未來要注意的是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包含未來幾天 都是午後雷震雨 會有的天氣形態 可是怎麼下個禮拜六日 這邊雨量那麼多呢 因為屆時可能有颱風 會靠近我們 我們來看 美國模式目前預報 說在下個禮拜六日 可能會有颱風靠近台灣 而且不排除登陸台灣 當然因為現在天數 還長的關係 我們會隨時幫大家掌握 這最新的變數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